我们先来看一下这盆倒挂金针 大家发现没 它的这个花蕾已经绽放咯 只不过现在还没有那种完全开出来的那种感觉 但是现在就已经很漂亮啦 看到没 像不像这个一个灯笼一个灯笼挂在下面 看到了吗 现在才几个 等这些全部开出来就应该会更漂亮哦 再来看一下这一盆三角梅 张州红银也叫百变红银 它的这个珠型大了多少 大家看 哇 已经长得这么高咯 还得稍微给它绑一下在这里 大家看它的这个侧牙 长出来的侧牙都这么高了 所以我完全不用担心 它今年爬不到顶肯定能爬到顶的这种伸张速度 再来小蔬果去看一下 这个草莓都还不错吧 又结了很多果子给我吃哦 那几个大一点 哎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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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 这个走劲咯 大家没发现 有 有 有 看到吗 哇 这个走劲这里 哦 这里的根都要快冒出来了 所以现在我拿一个花盆 把它这个劲放在上面 等它稍微长大一点 就可以把它和这个母猪连接的地方剪掉 我就可以用繁殖出一盆新的草莓来了 哇小小都好激动 现在就去拿花盆了 拿一个这种小的花盆 然后装上这个种植土 一般种草莓我都是用这个苏果土 所以里面装的是苏果土 然后把这个小草莓苗放在这个花盆的中间 因为它底下有一点点这个根露出来了 所以把这个根稍微往这个土里面埋一点 慢慢的这个根就会扎到这个土里面 等它长得稍微大一点 就可以把这一个和母猪连接的这个镜给它剪掉 到时候就会繁殖出一盆新的草莓苗出来啦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